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閃馬田賽馬集作 今天又是2022年12月10日,星期六 拍片時間大約黃昏接近六時 今天是出隔夜飛的日子,自然是賠率第二擊的時間 為大家在早飛的階段捕捉操盤手以及大戶對明天賽事的看法 幫大家捕捉投注先機,吹吉避空 這次國際賽跑十場,但都要提早開跑十二點半 因為又有頒獎、儀式、凱雷克拉 都好,因為等多些時間大家可以搭討這些大賽 不用這麼趕 另外,今次國路人馬也有很多訪問、很多言論出來了 我抽了幾段,我認為比較有意思 例如說有關文家良,他也少有成為焦點 因為金鑽貴人跑國際賽 近年很多華籍列馬斯,原來成績都好了很多 他們接受訪問都說了一些他們的看法 而亦有傳聞說,如果文家良贏完金鑽貴人國際賽 就可以多練幾年 有這些傳言都可以和大家拆解一下 另一邊商,華籍列馬斯的風光 華將一哥何澤耀身負重任 金鑲六十就跑香港一里錦標 看看可不可以遺免 接受訪問,可能記者引他問他 他都說了一些華將的苦況 身為一哥,替一些師兄弟說話 他都是說事實的 為何華籍列馬斯和華將的處境差那麼遠呢 可以和大家慢慢說 第三件事都說到稀威心 不是那麼開心,就是上年的國際賽 讓大家記憶猶身有墮馬事件 稀威心是其中一個傷得比較嚴重的 受影響大一點的騎士 這一年來他都克服了一些困難 即是如何去康復呢? 他接受訪問的時候都特別說回這件事 也看回他今天借戰馬有什麼信心 開始前都簡單提提大家 如果還沒訂閱我的頻道 朋友麻煩可以按訂閱 再按旁邊的小鈴鐺 也希望支持閃馬田去片的第二頻道 當然也可以加入我的會員頻道 不論年費、月費 或者打賞的QR Code、Superfans等等都歡迎 多謝 首先講稀威心 話說稀威心 上次墮完馬在國際賽之後 他的成績是經歷過崛起的 可以說 比起他被墮馬的時候 有脫胎換骨的表現 但其實那段時間 墮馬之後的養傷 是他的拆棋生涯的一個低潮 因為他在南非都沒有試過 這樣墮馬頭 所以那段時間都頗辛苦 上季他決定再來香港發展 誰知道一來香港就搞了一件事 變成休息了五個星期 還有其中三人在ICU 即是一度都頗嚴重 幸好他講到之後 尤其是也得到偉達的支持 給他贏了八心智慧 之後才慢慢打破頭馬坊 陸陸續續有頭馬交出 他在這裡特別要多謝偉達 至於恢復傷患方面 他沒什麼說自己做了什麼 他純粹說自己夠年輕 因為如果不是這麼年輕的話 就有排醫 我心想他跟潘頓也是一起傷 潘頓也很快神奇復出 但潘頓年紀比希威森大很多 其實希威森也經歷過很多辛苦 做了很多康復的訓練 經過了很多痛苦 才可以恢復現在的狀態 只不過他可能自己不說而已 但今次希威森在國際賽的幾場馬 剛巧都沒有助騎 到底是說偉達也沒有什麼馬跑國際賽 所以他自然比較少 而其他的練馬師 一些大賽馬匹都被人預訂了 又或者特意拚一些海外的騎士去跑 令到希威森在幾場國際賽都沒有馬跑 希望他下年的國際賽 處境會好一點 第二件事 這就是競馬論 就是David Morgan的文章 說到華籍連馬師 在這兩年的崛起 由這些一級賽 特別可以見證到現在很多華籍連馬師 都是處於香港的頂尖水平 現在看到浪漫勇士 沈集成 金槍六十 就是呂建威 這些全部都是華籍連馬師的馬匹 加州星球 高東尼 都是華籍 都是這樣計算 所以現在加上羅庫全 都是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 譬如說呂建威和文家良 就有接受David Morgan的訪問 其實他們都是說 主要現在 為什麼這麼多華籍連馬師的成績好 都是馬主的問題 他們肯給多些華籍連馬師去練 尤其是他們兩個都是這樣的說法 就是因為多了好的馬 多了頂級的馬 就來頭去到他們的馬房 因為過往 譬如說馬主拿著一隻這麼好的馬 通常都是去到奧倫、希斯那裡的 以前大摩 就很少可以益到華籍連馬師 間接令到他們 在大賽上又陪跑 以及成績就不太好 現在的情況有很大分別 因為馬主很肯把一些馬 交給他們訓練 以及不會那麼輕易拉走 這個就是我加下去 以前的姚本輝 多少馬被人拉走了 拿馬王回來 接著他被人笑是馬王輝 現在就不用了 而大摩其實也有說過 我相信他之前接受訪問 加多還有一兩句 他就說因為現在的很多華籍連馬師 以前都是跟那些大的外籍連馬師賺食 譬如說沈集成是 他是跟愛倫 羅富全跟過大摩 文家梁也是跟過大摩 所以令到很多華籍連馬師 得到一些外籍連馬師的方法 令到他們的連馬能力 也有回到那一種水平的意思 這就是大摩看外籍人士說話 我覺得有些 但當然也是事實 另外就是 羅萬勇士的馬主劉生 認為這樣 因為本地連馬師的崛起 其實會令到香港賽馬會有更多親切感 譬如說你捧一對球 大整對球都是歐洲人踢的 那你就沒有這麼興趣 但如果這對球 其實本身11個都是香港人做正選的 那你自然的投入程度就大很多 代表香港的代表性也會強很多 支持者也會多一些 這個我再加一句 其實只不過現在連馬師 是華籍連馬師為主的崛起 是很正常的 譬如說你四五十年也好 總之是古代 遠古一點 你在香港的賽馬 就是私人俱樂部 那以前的馬主是什麼人呢? 那些洋行 大媽撒 大有錢人 那些官那些 那些是什麼人呢? 多數都是英國人 一定是外籍人士 自然他們跟外籍連馬師的溝通比較好 一些主要的馬匹 都是給外籍連馬師 這個是很正常的 但是到今時今日 回歸了二十幾年 那你香港還有多少外籍 這個講英文的西人的馬主呢? 根本上都所剩無幾 絕大部分的馬主都是華人 香港人 甚至有內地人 那他們跟華籍連馬師的溝通 當然是好一點 你跟紅蘇綠眼的溝通 還是不知怎樣 所以華籍連馬師的崛起是必然 一些好馬去到他們華倉手上 也是應該的 那這就是一個這樣的現象 所以我覺得是正常不過 而另一邊箱 就是何摘堯 亦接受訪問 他一定會在這個時候接受訪問 因為會講到金槍六十 金槍六十那裡 就沒什麼問題了 他也講到這隻馬 現在狀態依然很好 很健康 心情很美 所以應該 以最佳狀態 跑明天那一場馬 他也特別提到 在本地的騎士 即是說香港培育的華將 重騎的路途是不輕易的 舉了兩個例子 這些馬一降班 就一定被其他人 被外籍騎士立了 即是建政馬一百三十五磅 通常都是潘頓的那些 輕磅的時候 要減分的時候 就黃浩南黃津 一降班就變成潘頓 那是怎樣呢 所以華將 好的坐騎一定是少的 而馬主 列馬斯 他們都是喜歡用外籍騎士 令到他們失去坐騎 他們婆薩耀就說 我們知道 即使跑得好 但是只要不贏的話 下次就很有機會換人了 譬如說你跑了一個很漂亮的第二 但是別人都覺得不夠 覺得你不夠好 下次就變成潘頓 莫雷拉 就是這樣 所以華籍騎士就要更加 百分之二百的努力 每一仗都要有完美的發揮 才可以坐騎沒有那麼容易流失 即是叫做 事倍功半 別人那些外籍騎士是事半功半 即是有好成績的馬 自己也留下來 華籍騎士是要爭的 就算你跑得好下次也未必有你的份 只要你不贏的話 特別何宅耀也提了一件事 我有一點點看不出來 他說他年輕的時候有些激進和憤慨 可能對這些現象 他說現在就冷靜了很多 就會享受每一場賽事 因為如果你對賽馬對跑馬不落在其中 那就很艱難 第一你自己不開心 第二就是你的負能量是會傳給你的助騎 他們就會跑得不好 不論是做人還是做騎士 都需要時間去成長 這個我覺得很特別 就像是代人接物 平時如果經常負能量 經常罵人 發脾氣 或者經常說一些負面的事情 人家都不喜歡走到你身邊 又或者是你休息 下面那些感怒不敢言 做事就變成了隨隨隨隨隨 不開心 這個也是有影響在這裡 何宅耀這個比較沾身的觀點 負能量是會給助騎士 即是馬都感覺到你會很灰 所以他們也會跑得不好 但以我心目中 我覺得何宅耀已經是很平和的人 但原來他也有一個激進 和憤慨的輕狂時代 希望他這隻金槍60 可以繼續和他一起正能量 接著就到國場的飛數 這次跑國際賽 飛數也有些特別可以說一下 首先是練馬斯王 練馬斯王 賽成為一號 我覺得有些比較特別 因為他是馬量數多 但他那幾場國際賽 就沒有什麼籌碼 即是我心目中 可能操本手認為 那些金池和魅力子餘 很有機會 甚至是風火戰區 或者雄雲泰斗 尤其是我覺得 應該是看好金池和魅力之餘 如果不是他不會開大熱 人家審習成的浪漫勇士 和維港智能動了 還有一些信心之選 帝豪寶寶 閃得快 都是有機會得分 那怎會不會比他還要審習成熱呢 即是可能 有人覺得金池和魅力子餘 差不多贏 看看是不是這樣的情況 至於浪漫一點的選擇 可能希斯 今次也有誠意 擺一個好陣出來 以及馬人做足功夫 看看如何 另外 姚本輝 雖然他隻數比較少 但也可以試試 因為他貴精不貴多 他出五隻有四隻 是會有機會拿阿芬 看看如何 至於騎師王方面 也是很突顯到一個情況 就是剛才說的魅力子餘和金池 是不是真的這麼厲害呢 即是潘頓只有七隻馬跑 都是只有1.5 即是你當其他騎師是死的 當然啦 即是今次的坐騎打得比較散 最多都是跑七隻 差不多 但是潘頓不是在坐騎的量數 沒有什麼壓倒性 那你熱門 是不是真的覺得這一堆熱門是很穩定 贏了 否則他是不應該15元 所以 都是那句 對魅力子餘和金池都要特別留意 另外 如果是潘頓之外 最多我覺得要搏賠率 可以試試何摘瑤 希望他正能量一點 因為除了金槍60之外 他那些聚財 多巴先生 得利寶俱 等等這些馬 有機會拿下批的 還有一些金法盛勢的 即是若然潘頓也是只有1WIN幾批的 當他太太的 那何澤耀又 是不是可以用1WIN幾批跟他脫下呢 最多是想到這樣 其他呢 其實也有些叫做 怎樣說 不論是莫雷拉 麥道朗 莫雅那些都是 不論是莫雅 也可以的 但他也有少了 戰武者 今次有很多騎士都其他 特別說一下 有些跑四隻馬 有些班德麗 麥里奧 跑四隻都只有其他 反而那些蔡平紹 都不是其他 我覺得都比較特別 李武華今天來客串一天 都是七號仔 沒辦法 因為他馬多 以及能力都很足夠 大家都可以留意 好 接著是各場飛數 簡單介紹一下 左手邊黃黃色 就是英倫方面 或者BAC365的賠率 藍藍色就是外圍的信心指數 中間WIN和PAY 就在下午7.3 卡出來的馬會隔夜飛 事不宜遲看頭場 但熱門9號 桃花多是多飛的 尤其是在外圍方面 而1號線路神華 雖然在香港熱不完 但都是屬於有支持 而約的那隻就是4號 雄運泰斗 大家可以看到 至於藍門方面 英倫看好6號的威力飛彈 以及11號的大地寬笑 也有一點 其他馬就平平均均均 閃得快就外圍強 英倫就一般 第兩場 外圍方面是重一1號 聲雲名雀 香港不會是大熱 一定是暴大威猛大熱 但是暴大威猛 英倫是OK 但是外圍方面 不是那麼多飛 有一個大家看到的 就是3號的帝豪寶寶 香港18倍 但是外面不是這樣看的 覺得它10倍 樓下熱滿 大家看到的數字 而沿途有理 我相信外圍數字 都是跟回香港飛數 英倫方面 就不是那麼喜歡 這隻初出馬 十多倍 三口倍率 得力寶區 也有那種英倫 若而外圍強的情況 至於那門 除了剛才說帝豪寶寶 14號的錢多多 都是有些 第三場 四和十四兩隻 維港智能和吉隆 全都背了飛 尤其是這隻吉隆 我猜不到他會有這麼重的指數 相信明天會下一點飛 這場就加多隻 標資科學 其他都是很碎片式的 沒有什麼飛 這場就是49 14三隻有飛 去到第四場 第四場只有一個特色 外圍來說 是三隻香港馬都沒有飛 就是這樣 其他所有外隊馬都有些飛 全部都說了 BAC365的賠率 昨天和大家看過 耀滿平和石器時代 是比較弱 強一點的 而現在的隔夜飛 就更加是耀滿平比較強 大家可以看出這件事情 其他的馬 每隻都有少少 九號馬連必勝 有些 第五場 第五場不是外隊厲害 本地的馬有飛 外圍其實不太敢買下去 沒什麼早飛 買下去只有三隻馬 一號福日 四號金鑽桂人 還有一隻十四號 拉丁城市 可能因為莫雷拉一檔 都有些早飛 英倫方面不是 他們的半冷是三號 這個 遣風圓壁 和十三號齊叫好 至於外面也是 金鑽桂人的指數略高於福日 但是福日也不差 所以明天可能福日也會下飛 第六場 轉回本地賽 魅力之羽是很強的 外面的指數比香港的隔夜飛 這個比較特別 四號的木火兄弟 是供應的次業門 至於其他冷門方面 沒有了 各有所好 外圍有些169 英倫就喜歡10 也是半冷的餅碎 好像只有三四兩隻有飛 去到第七場 外圍來說只有兩隻 就是金槍60 和加州星球 而365的賠率 好像只有這兩隻 戰武者可能第三勢力都退出 變成速度大師也有一點 而幸福笑容 香港有些隔夜飛 無緣無故一煮 Winplay是不對水的 外面完全沒有飛 大家要留意 第八場 浪漫勇士 外圍是高企的 我想他會跟香港的隔夜飛 但是這隻就不應該熱到這樣 這樣說 我在排位第一擊也說幾隻日本馬 都很厲害 現在全線日本馬也有些支持 1號本初之海 3號金色旗 6號野田小子 40倍在香港的馬 都有些飛 以及12號禮觀花環 是這幾隻 尤其是金積棄 如果這隻馬 臨場只有13倍 真的 這隻馬如果跑有馬紀念 回日本跑 都沒有這個賠率 13倍 現在香港對著某些比較差的香港馬 不是全日本馬 他也有13倍這麼多 我想明天的日本馬 應該都會下一些飛 即是浪漫勇士過分熱了 第九場 第九場 大熱門10號的這隻金池 操盤手似乎有些端危看好他 但是現在外面的飛數 就不算極強 幾強而已 另外一隻外圍有組飛的馬 1號1號天嬌 Winplay不對水 其實外面只是屬於半冷分子 一些隔夜無故一駐早飛 其他有飛的馬 這隻論文 大不列丁錦標盟主 英倫也算是尊重他的 這隻馬應該能力不太差 插個分也有好處 但第一場對這麼多強手 就觀望勝則 到尾場 一致略看好那隻 就是10號美麗在線 但是這隻馬在香港不是大熱 這場也沒有說哪隻大熱 即是當風火戰區是稍微熱一點 但是外面是弱弱的 然後包裝智威 外圍有些飛 如果說半冷 9號的東方飛影 不知道為什麼這麼冷 所以外面也算是有點支持 另外1號的中華盛景 也有些過分冷了 21倍 所以外面的指數就告訴你 明天可能會有些調節 以上就是各場飛數的啟示 最後希望大家給like 留言和分享小弟的影片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